在今天的時候 彰化地檢署起訴了 起訴了一共有七個人 求處刑期最重的人 就叫做魏映聰了 他可是有三十年的有期徒刑呢 但是呢 我們注意到整個起訴書裡面 厚厚的一大本裡面呢 其實記載得非常的詳實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魏家人 完全不顧台灣人的健康 完全不在乎台灣人 他們用一個騙子 他們謀取暴力呀 是立剛 今天如果大家有耐心 去花時間 把這四十幾頁起訴書看完的話 我說真的看完 大家都跟我一樣的心情 你會想吐血 因為我們本來就已經知道 魏家是很無辭 很惡劣的一個家族了 結果你看完起訴書之後 你會發覺他被我們想像中 還要惡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開始他們就知道 很明確的知道大幸福公司 越南這個大幸福公司 是做什麼 是做飼料油的 而且他們知道他們來源是什麼 就是那些收水油啊 亂七八糟的地溝油啊 莫名其妙來源這些噁心的油 結果呢 他們還一樣要去用這個油 那是給人吃的東西 他居然知道原 藍原的地方是那些 骯髒的油 他們心裡面都知道 因為常梅峰去那邊 現場實地勘察過嗎 所以實際去看過了嘛 他都去看過啊 那常梅峰是只屬於誰 只屬於會硬充的啊 所以你明明知道這個過程啊 可是他們就故意隱瞞 而且他們明知道這個 有絕對不可能通過台灣的檢驗 因為它不可能是使用油的標準嘛 那個酸價太高 根本差太多了 所以他們用了一個什麼辦法呢 他們就要楊正義 就是這個越南大幸福公司的負責人 他把提供一個樣本給誰 有一家叫民間的檢驗業者 叫Vina Control這個業者呢 他就把這個標準的使用油 拿去給他檢驗 然後就得回來一個 假照的 偽照的這個報告書 一個檢驗報告書 就這樣就可以猛棍過關 所以你意思是說 把適合當作使用油用了 用的是假照的這個檢驗證明 然後用這個證明來騙我們的海關 東西就這樣子送進來了 問題是更惡劣的就是你知道 那根本就拿個講亞本去試啊 講亞本就算了 立剛在我們一般不懂的人來想說 你弄這種假案本這個會出包的 會害死多少人的東西 這個檢驗書敢衛造的應該 你要花很多錢才對吧 一定花了非常高額的價錢 我跟你講 立刻你猜看到底花多少錢 那最起碼可能花了三百萬五百萬吧 三百萬五百萬 我跟你講你真的想太多 三百萬五百萬 衛家才不會去花這個錢呢 你意思是說檢驗 那份假的檢驗報告居然 花不到三五百萬 我跟你講真的是三 但是多少你知道 多少 三千塊 而且是台幣 等一下 你說三千 怎麼可能 就是這樣子 越南就是這樣一個爛國家 不可能吧 你知道隨便花三千塊去弄個檢驗報告 三千塊 有些人跑去Costco 隨便買個東西都超過三千塊 是啊 所以你知道他光花三千塊 去買這個檢驗報告 你知道他賺了多少錢嗎 他光這一張檢驗報告 就讓他多賺了四億四千萬 你光個三千塊錢的檢驗報告 可以賺到四億多 這幾乎是五本萬利 那衛家人這樣子的精算法 還真是厲害 所以他們非常非常惡力 非常非常厲害 沒有良心 但是問題是立剛 他進來之後 他們自己的中央研究所 不是他們衛權自己的中央研究所 衛權有個實驗室啊 對 他有實驗室啊 這一場玩三千的實驗室啊 他進來根本不適合給人實用嘛 那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麼辦呢 你怎麼讓他酸價降低呢 是不是我們之前也有報導過 他們不是弄了那個脫臭塔 然後要整個把它精煉對不對 你說那個除臭槽 是 結果結果他酸價高 已經都有一支臭山的東西 他居然把它除臭 我跟妳講 然後他再來弄給我們人事 你剛剛我覺得這一次看到這個 判決書 那個起訴書讓我大開眼界的就是 魏嘉年精煉這個過程 大家都還要討好 你知道他都還要省錢還要coast down 精煉也可以coast down 我跟你講他怎麼做很簡單 因為你精煉的過程 如果是純粹用那個收水油 你就把它精煉的話 你要脫臭到無色無味無臭 那要花很多的時間跟成本 對不對 那結果他們怎麼辦呢 你要知道魏嘉自己本身 就做黑心油起家了 他怎麼會不知道怎麼去弄呢 他很簡單用一個方法 他把一些合格的使用油 按照一定的比例 跟這些收水油調配在一起 然後再就直接把它酸價降低 你意思說調和以後就變成酸價降低了 所以這樣子我精煉的過程 大幅簡化 我又coast down 又可以多賺一筆錢了 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來連續賺兩手錢 然後再把這個噁心的油 賣給我們全台灣的民眾吃 結果我跟你講 最惡劣在哪裡 這整個過程 這個魏英聰都說 我不知道 我只負責公司重大決策 其他東西 這種小事情都是總經理決定的 意思就是常沒封他們幾個人去決定 他意思說把所有的權者 都交給下面人去辦了 對 推給下面人 他會不知道嗎 我跟你講 你第一個 你們自己的中央營六所 檢驗出來的東西 你自己有沒有看過 那個檢驗報告不會是騙人的吧 你作為一個董事長 你不去看這個東西嗎 不可能的 第二個更重要的就是 你知道在去年12月 那時候大統的事件 剛爆發明的時候 常美豐因為這樣子 辭職下台 結果他立刻派常美豐去越南 去檢查這個大幸福這個廠 檢查完之後 你明知道他是做噁心的 飼料收水油了 結果馬上回來 跟魏英聰報告完之後 魏英聰在開會的時候怎麼說 他說我們要研究怎麼樣 跟越南大幸福公司成為戰略夥伴 跟大幸福公司成 那個明明是做治療油的廠 是 他要跟他成戰略夥伴 所以你魏英聰明明從頭到尾就知情 你明明知道他用了黑心油 來打算長期跟他合作 你知道他們光從 越南大幸福公司進來這個油 已經進了三年了 他已經毒壞我們三年了 他居然還想要跟他成為戰略夥伴 我跟你講 這一個公司要用黑心油 是不是重大的決策 當然是重大的決策 所以這個重大決策 就是你魏英聰決定 就是你決定要用黑心油 所以你這個魏英聰30年 我覺得30年真的太便宜了 台灣應該研究一下 怎麼樣實際上的問題 要判他死刑才對